妈妈我要听好文章 惊弓之鸟 庚莹同卫王在高台子下面抬头看见了飞鸟 庚莹对卫王说 我替您虚拉弓不放箭就射下鸟来 卫王说 难道射箭的本领竟可以达到这样的地步吗 庚莹说 可以 一小会儿 燕从东方飞来 庚莹就拿起弓拉了一下空弦 那只箭就落了下来 卫王惊叹地说 射箭的本领竟可以达到这种地步吗 庚莹说 这是一只受了伤的失群孤艳呢 卫王说 先生怎么知道的呢 庚莹回答说 他飞得缓慢 而叫得悲惨 飞得慢呢 是旧伤疼痛 叫得惨呢 是长久失群 旧伤没有长好 而害怕的心情又没有去掉 听见弓弦一响 急忙展翅高飞 这就引起伤口破裂 而从高处掉落了下来 这个故事启发我们 善于运用自己的知识和经验 做正确的推理和分析 是认识事物的重要方法 有未经验这里的提示 请期待